- 阿波,要去哪裡? - 我跟你講,今天呢,在我的母校旁邊 - 這就是台南大學啊 - 這條叫做五杯街 - 五杯街的市場都在旁邊有一間 - 丼飯店 - 它就叫做丼飯喔 - 它裡面的丼飯呢 - 肉多,飯多,量超級多 - 而且這個肉質非常非常的軟嫩 - 我超喜歡吃的 - 時間帶大家一起去吃,我們走囉 - 妖怪不得不得不得不同 - 但我我知道你來的是 - 幾個月我真的相信你會不會 вер嗎 - 喊,哇,兩杯化吧 - 我會學乖- 我會學到的 - 應該不得太快 - 天�,應該不得太多 - 嘗試這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的餐點全部上來了 真的是肉肉控的天堂 先來吃一下我加點雞翅 它雞翅煞起來那個脆粉 上面那個脆脆的感覺 很棒 日式炸雞的風味 然後是有點醬油味的 嗯 那個肉汁的甜啊 然後跟它的醃料的鹹 完全完全中和 所以你吃起來是很平衡的口味 最後這樣 最後這樣 我已經聽到我的BB婆婆了 我的主餐 炸牛排凍 牛排很美耶 這樣粉紅粉紅 pinkypinky的感覺 直接來 我跟你講在烤的時候超級香的 等不及了 先來一口原味吃吃看 超嫩的啊 大口吃肉啊 然後打烤爬飯 超級爽的 趕快再一塊再一塊 來試一下它的三個醬料 這個是 日式胡麻醬 它真的是我最喜歡的醬 它尾韻有一點點酸 但是它這個胡麻的香氣非常的足 好 這超下飯的啊 這配飯超爽的耶 這個醬真的 超級超級下飯 真的 吃了第二個醬 這看起來有點像日式醬油 我了解了 它是受洗燒的味道 淡淡的甜 然後薄醬油的味道 非常非常的香耶 直接蒜泥抹上去 然後再加一點點的芥末 吃單純的牛肉味道 會變這樣 這超驚豔的耶 蒜的味道會先進來 然後芥末會提升那個肉的甜味 肉變成超級甜耶 你更能吃到那個肉的味道 如果你喜歡吃肉原味的 你一定要試試看 蒜泥加芥末這個搭配 真的很棒 我們攝影師點了這個 牛舌凍帶回來 也是滿滿滿啦 直接鋪滿 你看不到飯的你知道嗎 有沒有 整個牛舌凍 而且牛舌齁 一定要控制它的厚度 它的厚度齁 就有一點像 我們看到的這種 片的薄薄的 有沒有還有一點透光的感覺 我們來試一下 脆痰 它的牛舌 還有帶汁耶 因為正常齁 我們很怕吃到牛舌是 就是硬硬 踩踩的 就會非常非常難咀嚼 它不會 它是柔軟的 而且中間真的還有帶有汁液 然後一點蔥花的香氣 這超好吃 我老實說 因為我很喜歡吃牛舌 好的牛舌齁 要好吃 真的要光顧 然後再來這個 另外一個朋友 薑薇葡 你看看 中間還有一顆蛋黃 有沒有 全部都是肉 有沒有 好 就我破壞一下 我直接把它挖開了 因為這個蛋黃 一定要拌進去飯裡面 才會好吃 來來來 直接挖開 有沒有 有沒有 然後跟蔥花整個融合在一起 然後往下拌 來來來來 有沒有看到 全部都是那個蛋黃 然後飯 然後肉的樣子 而且它中間那一圈 不是只有 不是只有蛋黃 中間那一圈 就滿滿都是肉了 這個就是要打孔 把它爬進去 我跟各位講 這一碗飯超幸福 大家都知道 蛋黃配白米飯 那個creaming的感覺 已經很開心了對不對 已經很爽快了 但是 我現在嘴裡嚼的 全部都是 五分熟的牛肉 它很嫩 所以它不會去阻礙你 跟米飯 的咀嚼感 超級好吃 滿嘴就是 牛肉 蛋液 米飯 超正的 超好吃 這裡的牛肉 真的它的品質 非常 非常的高檔 好 我們等一下試試 等一下再跟各位 一個簡單解問 有沒有吃飽 超飽 那個飯也太多了吧 那個根本就是 讓你飽到天靈蓋 而且那個肉也超級多 完全是 學生族群的最愛 真的 開在大學旁邊 大學是我最會吃的事情 真的 那個沒有吃飽 會生氣 我都記得大學去 都是第一件事情 能不能加飯 能不能加麵 對 要不要錢 那這一家 完完全全就是 加到你吃不完 直接讓你滿到天 應該真的 應該也不是說吃不完 那是因為我們年齡到了 我們剛畢業 他們還在學 對 如果學生來 應該會吃得超爽 你看每個都吃光光啊 真的 真的 大學生的 每一個我們要吃很開心 只有我們需要打包而已 對 而且我看隔壁啊 那個學生鎮 他們還送那個什麼 月見飯對不對 對 一顆蛋黃那個 嘿嘿嘿 怕你吃不完 對 你飯吃不夠 真的 真的 可是說真的啦 如果你活動力大的話 澱粉的需求量 本來就比較大 喔是喔 那一定會啊 因為需要糖分嘛 喔喔喔 我們裡面的血糖 需要轉換成能量 嘿嘿嘿 所以學生大家 有的動腦嘛 有的是體育系的喔 欸這裡面要很多耶 對 超多 你看我們前面 我真的覺得大家應該要來這家店吃 一定要來吃一下 而且旁邊還有 杏仁豆腐冰 欸吃完再吃個冰 完美 欸這個地方真的超棒的耶 對啊 有兩大優勢你知道嗎 嘿 可以吃冰 對 還可以吃冰 還眼睛吃冰 一個是冰淇淋 一個是剉冰 嘿嘿嘿都可以吃冰 然後再來就是 這裡停車呢 因為你整條五菲街停車格 我覺得算蠻多的啦 嗯 我們現在停在五菲街上 其實都還蠻不錯的啊 對啊 然後回到餐點啊 它那個肉質啊 我真的要大大讚賞它一下耶 那個什麼薔薇喔 嘿嘿嘿 柔軟的喔 完全沒有那種肉的那種韌感 真的 真的 咬下去就要斷掉 所以我說那個跟米飯啊 然後跟那個蛋黃 真的是有夠match 說到米飯 嗯 他們的米飯齁 完完全全就像像 相應電鍋煮出來的米飯 真的 QQ 軟軟 粒粒分明 真的 再沾上它的醬汁 完美 真的 它有好幾種醬汁耶我覺得 嗯 雖然說底料應該是一樣的 差不多 可是我看那個叉燒那個是裡面有洋蔥的 啊對對對 叉燒我都忘記介紹給大家了 欸我們在吃的時候 後來叉燒送上來 我們一人夾了那個一塊的叉燒肉 我彷彿來到一蘭拉麵 唯之經驗 真的 太厲害了 它叉燒超好吃啊 真的 那個外圍那個醬油的那個醬味 很深 嗯 然後裡面呢 肉的甜味跟醬汁的甜味 又有 而且它那個蛋黃 混到米飯裡面去 跟剛剛那個薔薇丼一樣 真的 超級濕潤 真的 又香又好吃 真的你如果不吃牛肉的 叉燒丼 絕對不會給你吃飯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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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間如果你是吃飽吃巧 我個人都覺得非常非常推薦 如果你是吃巧的 你可以點小的 它有分大小 我們剛剛都是大的 我們剛剛都是大的 對 吃到不吹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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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大哪裡 就是餵肚子 肚子很大 肚子大了 對如果你是女生 或是你是比較食量小的 點小的就好了 對 它的那個就是等比例所小 它不是說大的只有加飯而已 肉也加 所以它是飯肉同步升級 對 像我之前來 因為都是吃小的 就覺得 剛剛好 這是大的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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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間齁真的 如果你是那個肉肉控的 真的一定要來吃吃看 米飯也厲害 配菜也厲害 味道非常非常的充足 最主要它的肉質非常迷惱 大家來講看 真的 你忘記講我們剛剛發生一件趣事 什麼事情 我們剛剛看到隔壁 有一個人點了一個新鰻 然後你不是去跟老闆講說 我們要加點新鰻 老闆說 不好意思 那個是我們壽心理 你要吃 那不然我請你吃好了 你還跟老闆講很老闆 沒有 因為他可能看我們在拍攝 沒關係 我招待你吃一個 小小的新鰻這樣 好吃嗎 那個只有你吃而已 好吃 真的 它那個新鰻 它飽嘴 因為整隻的新鰻 它跟一點點米 放在嘴裡 超豐盛 那個魚的味道啊 那個鰻魚的綿細啊 跟那個魚味 然後加上那個淡淡的薄醬油 非常搭配 如果你是生日的話 記得 用生日禮 跟店家兌換一下 生日才有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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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奧客就有喔 是生日喔 我是因為有的攝影機在一起 攝影機在一起 攝影機在一起 它倒帶了我們一下下 OK 如果真的喜歡吃肉 喜歡吃這種日式風格的 來講看 好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按讚 分享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今天介紹之家給你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